一定要工作到健康生命中期 就是不贪到团队那一天 不要解释工作 这次我研究的一个新题 也是整个生命周期测算的 虽然工作的意义不太一样 咱们像芒格 离这个去世一个月还在工作 所以一定要就工作到健康生命中期 这里贪了你再说了 他说的有道理吗 这位经济学家的观点 是对现代社会价值和人类尊严的极端 他提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工作 完全忽视了个人的健康 福祉和生活质量 这不仅是对那些 因健康或年龄无法工作的人的轻视 也是对追求生活平衡 家庭时间和个人成长的人的嘲讽 他所倡导的是一种毒害社会的工作文化 这种文化将人简化为单纯的劳动工具 无情地推崇终身劳动 这种观念不仅是对个人生活的侵犯 更是对社会进步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挑战 他剥夺了人们享受他们心情赚来的成果 与家人共度时光 追求个人兴趣和享受平静晚年的权利 总的来说 这种观点不仅与时代脱节 更是对现代社会工作伦理和人类价 大致观的挑衅 在一个重视个人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时代 这种观点显得落伍 甚至是一种危险的社会倒退